最近喜欢旅游的黄小蕾带着女儿去亲信大自然了,还骑着大象过河,给大象洗澡,真是勇气可嘉,黄小蕾是一点都不拍,但女儿就不一样了,能带女儿去体验有一定风险的事情,黄小蕾也是煞费苦心,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良苦用心。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吧,黄小蕾是1981年出生的,从小开始学习舞蹈,舞蹈培养了她刻苦努力的精神,18岁读大学时选择了表演专业,20岁的时候就开始拍摄电视剧,由此走进了娱乐圈,黄小蕾通过自己的努力,在25岁的时候还开始担任主持人主持节目,黄小蕾也是真够拼的,既要拍戏还要主持节目。 在娱乐圈打拼13年之后,33岁的黄小蕾也走入了婚姻殿堂,也在童年生下了一个女儿,从此一家三人过着幸福的生活,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事物。 前两个月的时候,黄小蕾还带着女儿去徒步,跑马拉松,生活可谓是丰富多彩,也让孩子见识到了很多的东西。 最近几天,黄小蕾带着女儿去亲信大自然,给大象洗澡,黄小蕾是非常的喜欢做这事,一点也不害怕,但是女儿就不一样了,非常的害怕,毕竟女儿才四岁,害怕也是很正常的。 黄小蕾背着女儿都走到河中间了,女儿还想回去,女儿一点都不配合,使劲地往下坠,双手根本没有抓住妈妈的肩膀。 还好黄小蕾搂住了女儿的手臂,再来看看这个画面,都到了大象身边了,女儿还是不怎么配合,女儿的脸还是望向了另一半,不敢去面对。 黄小蕾一只手摸向了大象,另一只手搂住女儿的大腿,感觉就快要掉下去了,不过这次女儿要比之前要好一点了,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肩膀,可能做了一点思想工作,效果是要好一点。 为了让女儿勇敢地去面对大象,黄小蕾是也煞费苦心,当女儿起在了大象的背上,还是有点害怕的,女儿的表情看起来有点沮丧,有点像是要哭的样子。 但看一看黄小蕾,她是非常的开心,脸上洋溢着无比快乐的笑容,可能是女儿迈出了勇敢的一步,慢慢地去接受大象,帮助女儿克服了一点心理问题。 看到女儿的成长,这种成就感是不言而喻的,骑着大象,给大象洗完澡之后,黄小蕾和女儿拍了一张美美的照片,留作一个美好的纪念。 女儿体验了这件事之后,还是非常的开心,还吐住了小舌头,非常的可爱。 黄小蕾依旧是笑容满面,非常的开心。 有时候,父母应该多带孩子去体验一些事情,教会孩子如何勇敢地去面对,这可能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好东西。 黄小蕾带女儿去给大象洗澡,网友们也说道。